这条大学辩论队向大家问好 本场比赛的评委是 爱丁堡大学辩论队成员 前中国人民大学辩手 曾获市锦赛季军的赖长生学长 JCL辩论队教练 曾获伦敦赛冠军全城最佳辩手 轮胺学姐 前牛津大学教练 伦敦城市大学教练 徐孝天学长 下面比赛正式开始 有请正方医院做开篇日议论 时间为四分钟 好 谢谢主席 开篷名义 肉体出轨就是在婚姻关系内 自愿与另一个对象发生性关系 自然包括嫖娼和约号 而精神出轨则是在婚姻关系内 爱上另一个人 我方认为对于任意一种出轨 都是应受谴责的 我们今天不起不为任意一种出轨开脱 但在这两者之中 毫无疑问肉体出轨更下灾烂 因此也更应受到抢 因为肉体出轨的特点是 脏 还贱 先看贱 肉体出轨是人的行为 更加受到理性和感性的控制 行为和思想受不受控 是我们评价一个事件的重要理据 就像精神病人犯罪和医民于刑罚 因为它控制了 管好自己的行为 管好自己的思想 我们可以不小心派上了我方耳边 但我不能说 我不小心上了我方耳边 所以在你进行性行为之前 你能想到这么多的后果 然而你还是上了另一个人 那只能说你真的不急 而相比之下 精神出尾更难受到控制 常常是潜移默化 或是不绝的过程 很多时候一行有益接近你 都没有意识到它在勾搭你 就算意识到 它可能是你的同桌 同时甚至领导 就算你有意疏远他们 一头不见才不见 你很难把这种勾搭 和接近的行为一刀两断 直到某一天 你突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喜欢上它了 这个过程中你虽然也有一些过错 但当我们把 有意上了二边 和一不小心爱上了二边 相比的时候 哪个更应该受谴责 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 结了婚的人 爬上了另一个异性的床 感受了另一个异性的身体 这还不够贱啊 爱本来是这道理的东西 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一辈子是爱过我们个人 我可能一时脑热习惯了三遍一个星期 这一个月都对四遍有些好感 这些情愫虽然都不该有 很多时候却也很可耐 好 上面肉体出轨之剑 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心灵创伤 但更可怕的是 肉体出轨之脏 会给当事人带来 无可弥补的身体上的责看 这么贱的肉体出轨之人 很多时候都不会选择性爱是做防护的措施 那么性病就此陈虚而言 进而把疾病从妓女小在那 传给自己的女朋友 性病很多时候都是无法治愈的 还有如爱思病这种危及生命的传染品 更不必说感冒皮疹这种日常的病症 对于一个婚姻中的人 他的伴侣 把疾病从他的情敌妓女那传到了自己的身上 请问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寒心 更令人寒心的是 更令人可 更可怕的是 如果你不仅肉体出轨 还寻求自己 今天约五个炮友 明天嫖三家几年 这种脏上加脏 让性病伤害之大 传播之快 范围之广 令人不寒 对方没有可能想说 精神出轨是对崇高爱情的泄斗 爱情是维系两者 关系最重要的纽带 所以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就是听到他说 对不起 我不爱你 但肉体出轨 爱情同样被泄露 当他在婚姻中找了另一个人进行性行为 那他早已不是全心全意爱着原来那个你了 没准哪天他还带一个私生子回来给你 这里爱情同样被泄露 爱情这个崇高又理想的概念 在这些冷酷又现实的问题面前黯然失字了 一个人肉体出轨 但是口口声声说他还爱着你 这种很没水平的谎言 错上加错 脏上加戒 再加戒 何况 今天你只能坐在一个地方静思 伤感他不爱我前提是你身体健健堂 让设想你的伴侣把你肠上缠上爱主定 以后离眼而去 你在重症监护士身体插满管子 在婚姻与清醒期间想到他不爱我 显然后者是当上加戒 再加戒的悲 也更让人觉得可悲 综上所述这些是自己代理健康如粪土 明知后场确认 明知故犯之中 先见后葬 再见再封的品格 哪种更消遣 各位心中才有公文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下面请反方四遍进行盘问 时间为一分三十秒 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论 而知情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 有请 好 谢谢 首先我想请问你 今天你说在婚姻或者在关系当中 爱上了另一个人 这个就叫做什么 心灵出轨了对不对 精神出轨 是精神出轨对不对 是您的意思吗 对 好 这样我想请问你了 今天我一直生爱着张子怡 请问这样子是不是我精神出轨的张子怡呢 你有没有没有吗 我有啊 可是我就 我就能爱张子怡 我的精神这样子算出轨了吗 对不对 在您的逻辑下算出轨吗 先说一下 您说爱着张子怡 对对方 真的爱上张子怡是不一样的 你张子怡是碰不到的 如果您真的爱上张子怡那是吧 现在我再问一下 刚才您还说了一句 有意上了跟不小心爱了 是这一回事吗 因为我们爱可以不小心爱 但上不能不小心上吧 好 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我们不小心上了 或者说我有意爱了 这样子我发是不是得正呢 来我告诉您 是不是得正呢 请问这一方便有 请问这一方便有 这个谋及下是不是不成立的 来我告诉您为什么 各位的主要看好小评讨 谢谢 谢谢 我们先来看一下肉体书轨和精神书轨的定义 肉体书轨 所以我们应该是打成共识 就是以发生信息为目的 发生的肉体接触 而精神出轨是当你真心喜欢一个 并为其付出行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精神出轨 首先我们想明确一下概念 无论肉体书轨还是精神出轨 出轨就是一个双向的概念 这是什么意思呢 肉体书轨肯定是双方自愿发生的信息为目 如果只有一方原因 那不叫出轨叫强奸 所以同样的精神出轨也必须是双向的 否则不是出轨 这叫异议 比如说我今天有男朋友 但是我看孩子就是喜欢上了足教授 那我算不算是精神出轨足教授呢 如果女生他在网上喊了 王思聪叫老公 老公子伙 那我是不是叫精神出轨 王思聪呢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明确 出轨是一个双向的概念 因此精神出轨除了内心爱上另外一个人以外 必须带有疗骚 褲动 告白等暧昧的所谓 然后我方认为 无论肉体出轨或精神出轨 都会是 伴侣关系走向鬼 那两者都应该被谴责 而如何判断 何者更应该被谴责 我方认为是 由主观恶性的大小 与恶果的大小来进行判断 我们来解释一下一张 出轨通常伴随着精神肉体的同时出轨 是因精神出轨导致肉体出轨的 也有因肉体出轨而造成精神出轨 一旦出轨发生 伴侣间的关系 就会变得至极可危 但就是因为精神与肉体的种地 中有我 中有你的关系 我们无法分辨 出轨造成的恶果 更多由精神引起 还是由肉体引起 因此 当恶果无法比较出来的时候 主观恶性的大小 成为了我们判断 何者更应该被谴责的标准 就好比虚拟杀人 与激情杀人 当中的结果都是杀人 但以后者 主观恶性更小 在量刑上会轻于前者 我方接下来向大家论诚 精神出轨的主观恶性 比较不足的更大 因此更应该被谴责 禁欲与食欲 仰视人与生继续来的生理需求 比如说我今天特别 他们都是有内带因素 比如说食欲 它是由你低血糖来引起的 但是你性欲 就是用你性激素来引起 都是有内带因素 而肉体出轨上的 而肉体上的出轨 很有可能就是在你 一时完全不清晴的时候发生 比如老王因为工作压力 应酬 在饭桌上又被挂了一些酒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可描述了 情况下老王的行为 能体现很大的主观恶性吗 老王可能也是自身的受害者 除了外在原因 内在原因也可以成为肉体出轨的内因 比如说我方 食欲特别大 他一般是两晚饭 但他吃一晚饭也可以饱 因为他今天就出去 偷了一个面包 因为他实在是太想吃面包 他就出去偷了一个面包 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他偷面包这个行为 但是因为他食欲比常人要大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稍微有一间点 同情他理解他偷面包这个行为 那像我们出轨 就比如说我心欲特别的旺盛 我一起每天都要玩话 但是我的男朋友 直接一个星期跟我玩他一次 那我怎么办 我忍了十年二十年 我受不了了 我好不容易出去 成功的约炮了一次 那我是拼爱人选择 但是就是你们 问一下你们自己的良心 你们有没有不后期待我 就是我真的是这样的 那百官精神出位 如果放定一些 我精神出位是一个双向概念 也就是说我喜欢一个人 是不能克制的 但我可以克制 我不去疗骚他 不去向他表达我的想法 你爱上一个人不可口 但精神出位可口 就是你不去疗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小宗一遍 下面请正方四遍谈论 时间为一分三十秒 答辩方只能作答 不能反问 而知询方有权 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 有请 好 您好 你今天给我提了一个评价标准 叫做主观恶性的大小 是不是 嗯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一个人他违法的话 这主观恶性够大了 哦 对 对 这主观恶性够大 现在嫖娼是违法的 即使出位不违法 你觉得哪个主观恶性的大小 我们不认嫖娼 嫖娼约炮 哦对 嫖娼约炮 这都是一种主观的这种行为 它的恶性为什么 连嫖娼都违法了 你为什么觉得它恶性还小呢 嫖娼违法并不是因为 就是初伪这个因素 它是有别的因素 所以它才是违法的 所以说 你现在认为 只要我性欲比较大的话 然后我就去嫖娼 你认为你有一个动物 你去问 我们不是动物吗 嗯 我们是动物 但是人有动物性 也有人性 请问你 你认为人的动物性 是大于人性吗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 回来这里 因为我们都会怕怕 都要怕怕 我们能铲带 我们铲带在这里 要不然如果你不铲带 那你就被偷喊了 对 所以在您方认为 就是说 啪啪啪这件事情 是比一个人的情感交流 比爱是更重要的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完全就很客人 我觉得 哦 完全看客人 所以说你心意大的话 你就出力 我今天心意大的 我就出力上了个人 所以说 对方这种主观 就很小了 我没有说过 我出力上一句话 是对的 我只是说 我们能不能更加包容一点 就是能稍微有这么一点点 就是谁不想 所以说 这种主观认为 我现在动物性一大领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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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正方二变成的词 时间为二分三十秒 有请 今天对方没有 今天对方没有 其实告诉我们 说主观 这个恶的后果比不出来 怎么比不出来 对方没有 我今天盖上性命传染给我的老婆 我伤了多少女人 多少女人 敢上性命家伙人王 对不对 这个恶果不严重吗 您今天跟我说 比主观恶性 对方没有说什么 我一个月没有啪啪啪 然后我出去啪啪啪了 没关系 对方没有 你直接在告诉大家 只要我 我异地恋 我就可以出去随便啪啪 满足我的性 您传给大家的是这种价值观 而对方没有 在谈到精神的时候 入双重标准 他说什么 他说精神出轨 我们可以精神出轨 但是我们只要不骚扰 他就没关系 对方没有 那您这个在谈到肉主啪啪啪的时候 就是 哦 我空 我现在就去啪 我有这个需求了 我就要去啪啪啪 我就可以出去找 但是我精神出轨 我怎么着 我都不能去跟他说 对方没有 为什么在精神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到 怎么着 都不跟他说 在肉体的时候 您就可以随便出去啪啪啪啪了 那我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说 我精神出轨的时候 我这个也没有 我出去跟他说一下 我喜欢他 我爱他 我可以跟他说一下 姚苗 您这个是不是有点双重标准吗 今天我们看姚苗 他上来提了一个什么 他说啪啪啪不带套 啪啪不带套姚苗 如果啪啪不带套 性病告诉我哪里 我们这个生活上这么多人感染性病 如果大家都带套了 性病在哪里 就算您带套了 套有没有可能错 姚苗 您知不知道 有些人去调双的时候 他还付出双倍的价钱 说我不要带套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肉体出轨人 他就是去追求刺激 您要说他们太盗 您觉得是很现实的可能吗 既然都要没有跟我们说 比主观恶性 可是我们想想 我们在出轨的时候 有哪一个不知道 我们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您知不知道 在您结婚的时候 您戴上戒指的时候 您跟你老婆说的是什么 我说你从头到脚都是我的 我一生一世对你负责 然后你告诉这时候 我现在出去了 我会跟你们啪啪啪 您跟我说 这个主观恶性很小 对没有 当时的山盟还是在哪里 您不管了吗 这种恶性您是看不见的吗 造成恶果 您有无视不见了 对没有 今天就给我们打一个感情牌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今天出轨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需求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需求 我们去释放这个痕症 对没有 那我今天有这个需求 我上来强奸 对不对 有需求是不是等于我宣显 而且在民邦那个精神出轨的里面 那我精神出轨 我爱一个人 我有这个需求 那是不是我应该去告白 为什么在民邦那个里面 就是说我精神出轨了 然后我就告白我就可以忍住不做 而啪啪的时候 我就可以随便乱走 对不对 您这时候有点双重标准 今天都没有告诉我们 说精神出轨的双向 他说深爱一张 对没有 我说我喜欢张 你又没有想过 我要给张主义负责任 我要给他带上戒指 我拿一张手指 谢谢 谢谢哥 谢谢这次二叶 谢谢大家 接下来请不含二叶陈词 时间为二分三十秒 有请 谢谢各位大家好 来 首先今天我们有诊断 诊断说的后半部分 他讲的这个 对于爱情的背叛什么的 很多东西 是对出轨的责责 不是对肉体出轨的责责 对于精神出轨的两者都有 再来 边方之前跟我们说了一个就是 呃 那肉体有什么特色呢 有脏 脏是我一变 就是刚才就质疑了 那你怕脏子带靠吗 对不对 靠是99.7%的保证率 保证率 不带不得性 那你不要带靠 你就自己选择要得性 但省得管道 难道不是肉体出轨的错 对不对 好了 反而这条点以后 我们来请讲今天的心理 今天标准这块二变 他们觉得恶的后果可以来批判 可是我就很奇怪了 今天零方怎么论证 今天肉体出轨的 恶的后果就更大了 精神出轨 可能导致更大的 家庭软暴力 可能导致人精神抑郁自杀 这种表情恶果大不大 零方怎么去比 再来 就是这个标准本身 为什么恶的后果更大 谁都应该被谴责了 我们想想 广岛长期2.3 死了几百万人 可是南京大多数他死了三十万人 我们大家都觉得南京大多数他更应该受到谴责 因为他更反人类 这件事情是不是恶的后果很难比得出来 这件事情应该成为标准 今天的标准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一件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一样 我们的标准是谁的恶的主观性 恶的 谁的恶的 主观恶性更大 谁谁就 谁就 谁就更应该受到谴责 刚刚四件刚才跟我们一件说 那法律违法是不是多了 是不是各位的主观性更大呢 其实为什么呢 同样是违法 同样是偷一块面包 我是为了救我的家里过床老奶 去偷一块面包 是不是我会被更加理解点 会被更少谴责点 而你没有任何理由去偷一块面包 会被更应该被谴责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聊的标准 再来 我们今天就说一说了 为什么今天这个肉体 就是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理由 会让人去谅解它呢 就像我方 刚才丁边你们举的那个例子一样 我方的四遍 他一顿饭非要吃两碗才能饱 他吃一碗他很难受 都可以活下来 没有问题 他很难受 他饿了二十年了 实在受不了了 就有教育就偷吃了一口 当然偷吃了谁应该被逞的不对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点 因为毕竟人家就是食量比我们大 所以我们看到 挪威的芬兰的友向 针对七千多段双模态的实验证明说 DNA上确实有一个基因 叫做什么 会造成我们更容易出生肉体生活 就是你这个人啊 生下来你比别人更容易分泌激素 你更容易分泌激素 你就更容易有产生更多的欲望 你生下来就更多的欲望 这个时候 你要想去多一点 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谢谢 谢谢反方二人的发言 接下来进入正反双方对变环节 时间各一分三十秒 注意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 变手无权终止对方被完成之言论 由正方变手先开始发言 明天比较标准是主观恶性 主观是自己判断的 谁应该被选择不是我们主观恶性 对 所以说明天比较标准是主观恶性 我现在有个道德高尚人 他踩着一只蚂蚁都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恶 我一个强奸犯 我去强奸 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恶 你觉得哪个主观恶性更强 你没有听懂主观恶性什么意思 主观恶性是说 一个东西他有个客观理由存在 他可能会被谅解 这个时候他不应该可以受到 他可能受到少一点的谴责 对 所以说明这个主观是大家受过对他的评判 其实还是他那个客观结果对 我是看结果的 跟你说看结果比不出来 那你看 比如说广岛长 原子弹死了几百万人 可是南京死了三十万人 死在人长岛原子弹更多 可是受到更多的谴责的是南京大屠杀 对 所以说明明 您这个主观恶性还是说 我自己判断 就是说这个是恶者 他自己判断这个恶性怎么样 就是主观恶什么 我刚才说的是 你通过恶的后果 谁大事判断不了的 你只能通过主观 谁有理由 伪恶谁没有理由 依然伪恶 那个没有理由的人应该被遣得 对 饿了吗 饿的判断不了 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 和一个长年犯 您觉得哪个更恶 南京大屠杀可能更恶一点 对 所以说我们从恶的后果 可以判断哪个更恶 对不对 对 我刚才不是说问你吗 那广岛原子弹死了七岛二 那这个东西你 对你说谁更恶 所以说我们通过恶的后果 还是可以判断出哪个更恶 专门我想问你一个戴套问题 您说都可以戴套 那幸运是哪里来的 您告诉他 听到朋友 全场没有听到我的意思 我就跟你说 长道原子弹死了几百万人 恶的后果更大 可是大家都认识选择 南京大屠杀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不罢的性 那您的比较标准是在哪 恶的主观性应该很难 恶的主观性 对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恶的后果性来 我如果主观性 在一个主观性为道德高尚的人 大家都觉得采紧是蚂蚁 没有什么 但是一个强奸犯 强奸犯们都认为我强奸 没有什么关系 那您觉得是不是在强奸犯的主观 问题有小事 南京大夫 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就聊了过多了 我们来问一问你 您方如何论证说 就是肉体后果 肉体出口的后果 就是比较简单 很简单 肉体第一个可控性 可控性是更多的 第二它造成的伤害更大 我想问您 性病是哪里 如果到此前方说都戴套 您方就是说性病 就是所谓的后果 就是有性病什么 戴套是不是能够解决 肉体出口会造成严重的肉体上的损伤后果 精神上难道不能够造成很大的损伤后果吗 就比如说精神 精神后果带来家庭的冷暴力 冷暴力会造成抑郁症 会自杀 这个后果严不严重 对 所以在肉体出口 您看到 您回家的时候 看到你的老婆 和别人两个三天 这时候您精神上 是不是一样也会造到 很大的损伤后果 所以您方看到 这两者都有 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跟本就比不出来 来 我方再来问你了 就是在精神的方面 在精神出轨这个问题的方面 如果我只是一银一下 我根本就不去坐上床出轨 对 一银在我方面也不算精神出轨 我就想问您 您如果大家都带套的话 性命是从哪里来 您到达就恶主不出来 怎么比不出来 我二这么多人都染上了性命 我今天跟这么多女人去搞 您让他们觉得这个问题 我就摇不出来 来 太简单了 大靠就行了 明确大声共识 就是我们的精神出轨的定义 那首先 OK 算数高秒 他给我们 你也大了 你 谢谢 谢谢 双方二变精彩的对变 接下来到了盘问环节 先有请正方三变盘问 反方一二四变 时间为三分钟 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而咨询方有权在任的时候 终止答辩方 有请 谢谢主席 刚才您方一变给我提到 我今天故意杀人 和我去想想杀人哪个伤害更大 我可能有理由去杀人的话 来 您告诉我哪个伤害震荡 对我故意杀人已经杀到人了 您四变告诉我 故意杀人已经杀到人了 和我想想杀人哪个伤害更大 所谓的故意杀人的意思是 来 您不用解释 故意杀人 就是今天已经杀到人了 来 您能够回答一下 我们说 杀没杀到人 二变 类比 我当 来 四变不解释 为什么类比 我们先看了 你杀人是不是有原因 OK 好 他告诉我有原因杀人 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少一点谴责 好的 那么刚才对方告诉我 告诉我说 真心行动 我那个精神出轨 一定要付诸行动才可以 那您方今天是问我论证的是 精神出轨加上肉体出轨 大于肉体出轨 您方四变告诉我 您怎么证明了 精神出轨大于肉体出轨 今天我们看到的 我们谈的是一个 那一个二变 OK 好 一变你告诉我 你只证明了 一加一大于一 你如何证明一大于一 我们的行动一定要上床 我不可以跟你撩骚吗 哦 所以就说 你证明撩骚骚是一种出轨 精神是出轨 精神加撩骚大于出 大于肉体出轨 所以二变你告诉我 你还要证明了 一加一大于 证明不了一大于一 对吧 听话哥 你只是想想 你依然客手 作为一个造具的本质 你依然接受你的责任 这个时候 你连轨都没有出 何把精神出轨 哦 好的 四变 他告诉我 说是他克制了自己 能克制住 但是你没有克制 最后肉体出轨了 你明明知道自己 应该克制 但最后没有克制 你还迈出了这条底线 一边告诉我 是不是应该更受成功 我们说精神出轨是可控制的 因为你是可以控制不住 你喜欢上一个人 但你可以控制出不撩骚 对 他告诉我可以不撩骚 他不是撩骚故意没有出轨 那大家都 大家统一一下 以后都出去撩骚别人 多发点撩骚短信 好 刚才他跟我承认 可以无意的爱上别人 一见钟情 二边告诉我 我可不可以一见就上 一见就上 OK 四变 二边不知道一见就上什么意思 所以我走路跑 随随便便就突然上了一个人 对吧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你告诉我什么情况下 我走又走 可以随便上一个人 只要那些问题 我们就看上眼了 走我们看房子去行不行 哦 对 他告诉我 这么随机的事情 我们可以 我们要宣传是有什么 走路跑随便看了别人 我们就上 这对方告诉我的价值观 OK 第二 刚才二边 您刚一边告诉我说 我们要的是爱 要的是安全感 二边 您告诉我一下 肉体出轨了以后 有没有伤害到我们之间的这层爱 爱有没有被打折扣 二边 不是 这个伤害是互相的 肉体精神都有后果 对 都有后果 是互相的 四边告诉我 爱到底有没有打折扣 首先我们说的 我们不是要渲染 这样怎么说 四边 你直接告诉我 有还是没有 这么简单的题 您还逃什么呢 我们没有再逃 OK 一边告诉我 有没有折扣 所以您觉得 你看着你的老公 跟别人三批 你觉得他还是曾经爱你的 那个他吗 完完整整 曾经的那个他 三批可能只是我们的情绪 然后 他是不是情绪 他是不是曾经那个他情绪 他在我这看 对方一变之心真的很大 看到他老公跟别人三批了 还觉得还是曾经那个 他爱没有变 这是他们对于爱的定义 爱屁随便 他在这边 一会儿 他就是 谢谢 谢谢 电视 反方三遍 盘问正方一二四遍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有请 好 好,来四遍,为什么我要为一个我不可控的东西被谴责? 因为你更不可控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更不可控? 我问你,一个人,他被强奸了,他不可控,所以你要谴责受害者,对不对? 前来这件事不是发生了,对吗? 我说相对来说,精神比肉体更不可控,不是说精神完全不可控,不要虚解我们的意思 好,所以您今天就是在告诉我,但是您说二遍都告诉我,精神主委不可控吗?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理由为一个不可控的东西去谴责他,对吗? 哎呀,是相对的,我们说的是他完全不可控,没说完全不可控 二遍,我们今天有一个标准叫做恶果更深,对吗? 对,这是我们认为精神谴责,精神主委更大的伤害 对谁的伤害,二遍 对,对,比如说双方的伤害,对我伤害,对老婆伤害,对小朋友伤害,对小朋友伤害 包括对伤害 好,来四遍,我问你今天精神出轨了,我老公对我冷靠地了,我抑郁症了,我自杀了 好,他和性病,每个伤害都能打过去一下 我告诉你,因为肉体出轨,我一进门看我老公的别人在三批,这个时候我也记得症了 是一样的 所以你比不出来吗? 对不对? 这两个都能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你到底告诉我谁的后果更大?来一遍 所以您方,刚刚跟我提什么爱啊什么的那些东西 所以您方的标准到底是谁的恶果更大,还是谁对爱之人关系伤害更大? 来解释一下,假设您患了艾滋病,躺在床上插管子,你还会想着你老公对你冷包是吗? 这个身体和健康问题是什么时候不大? 好,来,回来我的问题 您方标准到底是谁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还是谁对爱这个关系的实质伤害更大? 这两个完全不同都会请您明晰 请告诉我,标准是哪个? 一遍还是? 这两者,首先您说是一个是最爱的 二遍,来,我们现在大家都听明白,你告诉我,标准到底是哪个? 除了是伤害更大,造成生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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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标准就是伤害更大 而我们已经恶定的非常清楚了,肉比出我们的精神是我,你根本比出出来哪个伤害更大 来,四遍,我们再来接标准三遍的例子 这个杀人的问题,您方用故意杀人或想想杀人来对比我们这两个出馆是完全不正确的 因为正确的例子是什么,我告诉你,两个同样杀了人的人 一个是我主观故意去谋杀,另外一个人说他都有杀户之仇,所以我想杀了他 好,这两个人都杀了人,你告诉我哪个人更应该被原谅一点点? 您的例子是错误的,因为今天出馆是,我想一想,但肉比出馆已经实锤了 好,好,来,最后面,你还是在告诉我说一个不可控的,我爱上了另外一个人这种精神出馆,对吗? 所以我单方面宣布,我和梁朝伟结婚了,我精神出馆了,对吧? 你真的觉得一下子梁朝伟结婚? 是的 谢谢,反正是 下面请正方三遍做盘问小结,时间来1分30秒,有请 现在只想对方的病理上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告诉我说他自己从这条轨下来了,不叫出轨 一定要上了另外一条轨才叫出轨,这个很大的病理的错误 因为他告诉我自己歪歪上别人,我单方面宣布我跟梁朝伟,这不叫出轨 你自己自相讨论 第二,对方刚才跟我同桌用了一个例子告诉我说,要带套,带套就没有问题 因为重体没有伤害 可是,民方告诉的数据是99.7%吗?对不对? OK,即使这个数据,我们认0.3%的伤害,你要不要看? 我们告诉您了,伤害之大,传播之快,范围之广 您一个人的0.3%带来了可能两个人,两个人到四个人,四个人到八个人,八个人到十六个人 永远,我一天约五次,明天嫖三次 这样的伤害多么大,传播这么快,对社会的伤害多么大 不仅对个人,对对方,对社会,这个伤害,您方到底要不要看? 您方今天只做了谈精神,您精神的比较标准在哪里?您要跟我说,是主观的伤害 而您的主观伤害,您又告诉我说,主观杀人,我愿意去杀人,和故意的无意 OK,您跟我说,我的这个例子恰当,是因为我那个歪歪杀人,没有这张杀人,算得出轨 但我故意杀人和无意杀人,哪一个伤害更大? 这个我觉得法律自由判断,对不对? 好,最后来看,对方告诉我说 对方还没有回答,他一直跟我论这个就是说,一加一大于一 还是不告诉我说,为什么?他告诉我,精神出轨,伴随了会的路律不能,您能告诉我,一加一大于一,永远没法论证明 但是,您也可以用双显遇至您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您能够感谢您的感觉